大陸日前松绑了福建到马祖旅游的部分 那么福建福州到马祖的彩线团 现在已经获批了入台证了 预计是在六月十号就要出发 那到时候会到南竿北竿 这两个主要的岛屿来进行考察 那台湾观光旅游业者日前也纷纷喊话民进党当局 要解除建团令 这个建团令就是选情的时候就突然发下来 希望能够恢复台湾方面的组团到大陆去旅游 给观光业者一个正常营运的环境 那么今天这个朱凤莲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有做了一个回应 他说从去年的这个五月十九号 大陆宣布了恢复接待台湾居民来 大陆旅游队以来 那么台湾都没有回应 那么这个建团令没有获得解除 岛内的旅游业现在是强烈的不满 民进党当局应该要正视这个台湾的民众 还有观光业的诉求 来为两岸的旅游恢复正常创造的条件 除了在这个福建到马祖旅游之外 还有就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 黄昆明也说文明不能断 这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信念 那他在一场的会议当中也提到说 这双方的确是要深化交流 尤其要深化广东跟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这广东也是很多的台商去的时候 首先会去的地方 杨明哥怎么看 其实这个很明显 就是说官方跟民间 他们是把他这个定调 调性是把他分开来的 但是关键在于说 比如说这个赖清德总统 他的就职演说里面提到的 一个叫陆生来台 一个是所谓的团克的解禁 这两块我们叫做 就是讲完了 赖清德说我们要释出善意 可是对岸那个叫以毒不回 就照他既定的策略 照他既定的规划 去把这个所谓的马祖 这一块跟这个福建省 去做互动 那这块的互动的 老实说对台湾的旅游 影响的意义极低 那一年了不起 一千人 真的了不起 大量的上千人 可是对整个我们的 所谓的观光产业来讲 他没有办法带来 所谓的革命性的改变 可是对岸来讲 就是在等你一句话 你的团克要不要解禁 没错 就这么简单 你先解 我们再来处理后续的 可是你目前都是 只有口会而不吃不吃 目前我们 我方看起来踩得很硬 尤其在就职演说里面 如果今天赖清德用这个调性 对岸马上说 好我们来 我们马上来谈 那这样子 我讲老共国台办就裁撤掉了 你以后不用跟他们谈了 就是他们他们这个 他们那个那个叫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们要踩得很紧 什么九二共产 他们很多的那个政治基础东西 前提都没有对我们这个台湾 都没有回应的时候 如果我们给了你什么 很抱歉 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内部的压力 所以我必须讲这种软的调性 在人民的部分 尤其比如说马祖 他为什么讲马祖 他知道金门现在还是一个 他们目前比较是战略性 要去做所谓的巡 那个海警船要去巡防 或怎么样的 他有他的任务所在 所以暂时先把马祖 马祖无战事 他就相对讲 先来交流观光一下 比较peaceful 那就用马祖先做一个示范 那当然后续如果能够扩大 我们当然乐观其成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个一定是要双方面 都有共同的善意 而这个善意 目前看起来在赖清德总统的 就职演说 以及包括后续 我们这个内部修法 造成冲突的那种反中情绪来看 我认为其实是不乐观的 对 不过我们看到民间 的确真的是要做生意 要生活 尤其像是包含了艺人 台湾艺人也是要往前走 我们来看到 就是很多的台湾艺人 最近在大陆公开场合表达了 两岸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一份子这样的言论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 就说这是大陆方面 在逼迫艺人表态 那今天朱凤霖他也回应了 他说艺人表态 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那民进党的当局在加码制造 绿色恐怖 让很多的台湾民众 不敢说出心里的话 那当时这个现场也有记者问说 那是不是两岸关系回不去了呢 不过朱凤霖说这是一个未命题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去呢 两岸关系就是一直在往前走 在推进向前 朝向祖国统一的方向 请教一下江老师 智慧越高极端越少 艺人就在工作 他的表演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界限 没有颜色 蔡英文在他上任的 第一任的时候 曾经在公开的演讲说 从他上任以后 未来在台湾 没有人要为自己的政治认同 说抱歉 那艺人现在为自己的政治认同 她说中华民族是一种文化认同 竟然要说抱歉 那请问是蔡英文 当过民进党党主席 然后担任最高的领导人在台湾这里 他说了算 还是民进党说了算 那如果这样民进党跟蔡英文就不同掉了 如果不是民进党 出尔反尔达 蔡英文一巴掌 就是蔡英文说话的人 那不相信 还是蔡英文说的话是假的呢 从真正一个自由的国家来说 或者自由民主国家 全世界上来看 所谓的自由包括政治的认同 各位如果看这些欧洲国家 或者政治体系 他们从这种统道读 你可以不断的 你可以选择 没有人要为自己的认同说抱歉 那艺人何况 他是指文化的认同 他并没有说所谓的 他认同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定义在哪一个确定的定义当中 他说中华民族 我们如果不是中华民族 难道是大和民族吗 中华民族没有什么不错 没有什么不对 我们所用的文字 包括所谓的闽南旅 闽南就是福建 或者我们所崇拜的这些 神明等等 都来自大部分来自于大陆 所以从这情况来说 在文化上的认同 比起政治的认同来说 其实轻太多了 那为什么民进党说 要加上绿色的恐怖说 他们这一人认同 就是被逼迫的 你心里怎么想 去逼迫人家 你们才会这样想 1450难道不是民进党 主政之家所产生出来 炮制一个行为 跟这个侧疑吗 让很多的民众闻风丧胆 这个绿色出征 寸草不生 中华民族 这是个文化上的认同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错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不要以人肺炎 朱峰廉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讲这个脉络体系之下 他说的显然是比民进党 更加的符合人性上的需求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